为您介绍使用车型施工机械作业时的注意事项 当需要在电线附近施工时 应进行电线防护处理 同时安排监视员陪同作业 在埋设有水管、燃气管等城市街道区域施工时 应事先在现场主管、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 由人工检查挖掘管道位置 在道路或私人住宅区域施工时 应安排交通引导员等保证路人等其他人员的安全 同时利用在施工区域摆放交通锥等标识后 再进行施工作业 此为不安全的上下机器方法的事例 为安全上下机器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此为正确的上下机器的方法 应双手双脚 利用扶手和台阶 确保形成三点支撑后上下机器 机器在运作中时 不要过度专注于指定作业机器的工作 同时也要注意机器的状态 在机器附近的施工者或是路人等其他人员 在进行施工作业时 施工机械的驾驶座以外的地方不能载人 不要粗暴驾驶 不要粗暴驾驶 如急加速急刹车等 施工作业结束后 机器应停在指定区域 将作业设备降下 放在地面之后 关闭发动机 发动机停止时 所有作业机器操作 并处于空挡并上锁 拔下机器钥匙后 将钥匙存放在指定位置 施工作业完成后 应清洗机器 补充燃料 将机器停在指定区域 当在道路崖边 斜坡上端等容易翻车的区域施工时 应尽量不要靠近边缘处 并安排引导员和监视员 慎重操作 在柔软地基处施工时 尽量不要改变操作壁的方向 要保持直行 同时 应使用湿地推土机 尽量避免在同一区域行驶 进行挖掘作业时 依据土质条件 可能会出现道路边缘塌落等情况 履带的行进方向 应与挖掘面呈直角 考虑到发生紧急情况时的避难疏散 横向开挖十分危险 检查土质 同时挖掘的高度和深度 应预留足够的空间 以防止挖掘过度 需要将挖掘土方装入自卸车时 可将液压挖掘机安置在 比自卸车货台高出 2到2.5米左右 效率更高 提问 请指出下面的影像中 潜藏的危险点 往自卸车上 抓入土方时 不要将操作币转到自卸车的驾驶座上方 为避免出现施工设备猛烈撞击 驾驾驶座的情况 需要使用液压挖掘机的颤抖打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